中国自古以来 并是一个对生子有深刻理解的国度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一切生物都要遵循的自然规律 人类也不例外 中国人并不惧怕死亡 但是要死得有价值 或轻于红毛或重于泰山 文天祥面对外敌的威逼利诱 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背负着亡国之通的李清赵 借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来讽刺南宋政府 林泽许告诉家人 苟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死亡就像影子一般 紧紧地陪伴在人类的所有 可是人类却永远也无法揭开死亡神秘的面纱 尽管如此 对于自然死亡的人类来说 往往有着许多蛛丝马迹 预示着死亡的来临 许多老年人在去世之前 都会变现出一些相似的征兆 有些老年人还能够隐约地 赶到自己的大限将至 并安排自己的后世 这些相似的征兆 总结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临终前只喝水 不吃饭 有不少老人在去世前 经常吃不下去饭 无论菜色多么丰盛 弄得多么美味 依然无法调动食欲 有的人以为是老人老了 脚不动菜 其实纵然把菜弄得像米糊一样 他们也吃不下去 这是因为老人体内各器官开始衰竭 对于食物的需求逐渐减少 背的蠕动力也变差 因此看到食物没有什么食欲 身体发出不需要营养的信号 这时候他们的表现就是不吃饭 吃喝水 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两到三天 身体比较胖的老人 由于体内有些脂肪的存储 或许还能再维持几天 这时候他们即时维持身体的能量 就依靠储存在肝脏中的糖原 等到身体储存的能量分解完了 老人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有些不明所以的人 就以为老人最后是因为不吃饭去世的 其实不知道那是因为生命将要终结 体内各器官发生变化引起的 二 特别爱睡觉 人在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 不少人经常陷入试睡的状态 每天几乎都静窝在床上呼呼大睡 有些人还会发出呼呼的憨声 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 以为老人正在休息 却不知道此时他们离生命结束不远了 老人临终之前为什么会试睡 其实是因为体内各器官衰竭 或者大脑因缺乏氧气导致的 这种昏睡有时是昏迷 就是因为体内的血液无法给大脑供养 大脑的功能丧失 使老人进入深昏迷状态 当然 有的人是因为中枢神经受到感染导致的 有些老人是因为脑血管病发引起的 总而言之 当看到老人生大病之后 特别爱睡觉 每天清醒的时间比较短 这就意味着老人将要去世了 三 老人意识模糊 开始说魂话 有的老人在去世之前意识会变得模糊 平时熟悉的人还渐渐记不起来 其人走到他身边叫他都没用 问他你还记得我是某某某吗 老人也摇摇头 这就意味着老人的大脑开始出现意识模糊 认知能力下降 就连身边的人和事都弄不清楚 这样的情况跟大脑的衰老有关系 当大脑的功能明显下降 意识能力也跟随着下降 有时连语言能力也跟着逐渐丧失 因此老人说话开始语无伦次 说一些魂话 没有逻辑的语言 慢慢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大脑的细胞已经开始凋亡了 四 老人的手脚变得冰冷 人正常体温是在36.7到37度之间 老人在临终之前 手脚会逐渐变得冰凉 特别是脚部最先变冷变硬 当生命逐渐减弱的时候 各器官的功能降低 血液的流速减慢 心脏跳动微弱 这时身体所产生的热量也开始减少 随着循环系统的减弱 血液很难输送到远离心脏的手脚末端 因此手脚摸起来是冰冷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也说明老人就要去世了 五 打点滴 熟液无法输入 有的老人可能得了重病 临终之前是在医院度过的 如果发现正在输医的老人输了一个多小时 点滴瓶的液体还是无法输入时 说明老人已经快要死亡了 有的医生发现老人的手脚无法输液 要经过小腿才可以输进去 而且输液的速度越来越慢 这是因为身体的血液循环变慢导致的 这种情况说明老人将要去世了 六 额头的皱纹张开 人到老年 额头上不自觉会爬上了好几道皱纹 可是在去世之前 人额头上的皱纹会慢慢舒展开来 当发现平时紧皱的皱纹全部张开的时候 人就要去世了 这是因为随着神经系统的活力逐渐减弱 皮肤逐渐变得松弛的缘故 而对一些有浮肿的老人来说 大部分人在去世之前的一顿时间 身上的浮肿部位会慢慢消退 特别是手脚会慢慢瘦下去 当然也有少数人浮肿不退 七 大小便失禁 老人在临终之前 大多会排一次大便或者小便 古时候的人就说 这是老人在清空肠胃 让自己干干净净地离开 其实按现在的说法 这种现象是因为老人的大脑缺氧 大脑神经元的活力逐渐消失所造成的 当神经系统无法控制人的大小便时 就会出现大小便失禁 人活着的时候 神经系统会控制大小便的肌肉 当脑死亡了 这种控制力丧失 自然会出现大小便失禁 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会对未知产生恐惧 但许多人得以最终控制恐惧是他们已知 已知的基础除了是对死亡这个自然现象的理解外 他们的信仰也指引着他们摆脱恐惧 比如佛教 佛教认为死亡只是一个轮回 六道之中的轮回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为一切众生因祸业所改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既是死于此 而又生于彼 再死于彼 而复生于此 在天 人 阿修罗 磅生 鬼 地狱的六道之中 往返生死 永无尽弃 那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呢 首先 我们就应该对死亡有所准备 生与死是必然的过程 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出生时就已确定了 死亡会必然来临 生与死息息相关 每个人从知道 有生命的那一天开始 就要面对死亡来临的心理准备 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感情是无常的 家庭也是无常的 每一个人都终将离开人世 如果平时就有这种心理准备 面对亲友的死亡 即便会有一些伤心 但应该不会特别伤心 因为你知道真相如此 生命不可能永恒不变 每个人都会去世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 一旦我们对此产生了相当清晰的认知 不仅不会痛苦到难以自拔 而且会非常淡然 众生死亡千差万别 佛教归为四大种类 即受尽而亡 福尽而亡 意外而亡 自如而亡 前三种死亡都是不可预料 不能自主的 而最后一种自如而亡 却是可以把握能够自主的 也就是佛门中生死自如的境界 佛教里面有很多修持深厚的古德 要生就生 要亡就亡 以世缘法量的圆满 合合为脱皮 不受一般生死大限的限制 那么 对于佛弟子来说 要如何才能善终 获得长寿富贵 一是知道人间有死的观念 要正确认识死亡 不恐惧死亡 二是要有向死而生的努力 人终有一死 但不是叫你祸哼恶恶度日 想着正有一天会死亡 就什么都不干 而是叫你活在当下 认识到生命的可贵 更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认认真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刻苦修学佛法 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三是要有行善不失的德行 要知道我们都是戴罪之身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世间 是为了还债报恩的 所以要懂得利用一切有效时间 诵经念佛 认真忏悔一切业障 祈求佛陀加持 修福积德 这样临终时就能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趣又感人 佛陀也有饥荒的年头 天下大汉 饿瓢遍野 释迦佛去化缘也化不到 这时遇到一个比丘 要问候佛陀 佛陀说 我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 我跟你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比丘非常的难过 决定把自己的袈裟卖掉 换净米给佛陀 佛陀是佛 是三世的 也就是三界的教主 怎么可能没饭吃呢 怎么可能没力气呢 所以比丘把袈裟卖了以后 换了一波饭送给了佛陀 让佛陀来享用 佛陀说 我受不起 这波饭应该拿给你的母亲去吃 因为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给母亲吃 只有他受得起 比丘就说了 母亲他不信佛 佛陀说 通过这一波饭 你把这个故事 讲给他听以后 他就信佛了 当然了 他要受无戒 才受得起你这一波饭 我佛都不行 只有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能承受得起这波饭 古语有云 树语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戴 很多人往往都要在等到失去后 才懂得珍惜 父母陪着我们长大 我们陪着父母变老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 身上或多或少 会出现以上的各种征兆 这就意味着 留给父母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能够尽孝的时间也不多了 俗话说 万善孝为先 给父母尽孝 最好在父母活着的时候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您六诗吉祥 无法喜充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